寒天几位活通透的人类 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他妈会死的 也许是十年后 也许是三十年 也许是五十年 谁知道呢 有一天我会死的 这个世界上会没有我任何存在过的痕迹 那颗我顿悟了 什么他妈的面子 什么人情事物 什么压力 全部重要 第二天我起床 哇 好轻松 无比的通透 我甚至看到一棵树 我都觉得很感动 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开心 假设 你明年你会死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工作 你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会以什么样的态度 面对你的朋友 面对出现在你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把这个感悟送给你 除了你男朋友以外的男生 会无缘无故地关心你 对你好吗 负责任地告诉你 不会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会有女生来反驳我 说我就是在生活中 遇到这样的男生 他人很好的 他知道我有男朋友 他对我说 很像他家里的一个小妹妹 想照顾照顾我 对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你脑子清醒清醒 你不给他机会 他是不会招惹你的 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懂我的工作矜持 我懂你的不坏好意 和别的男人超越关系底线的时候 你能伤害的是谁啊 就是那个最爱你的男人和你自己 我再说最后最后最后一遍 不主动就是不喜欢 不合适就是牛签 没感觉就是长得丑 懂了吗 他不醒醒 屁 你们发现呗 现在越正常的人越不好找回家 那爱情关已经让抖音上那些情感播主扭曲都不成样子了 比如什么情人节不送你礼物的男生 或者是不精心给你准备礼物的男生 那都是不爱你的表现 这都什么狗屁理论呢 一个普通的早上 我相信我的女朋友手机坏了 于是给他新买了一个 和情人节这一天 我给他买了一部新手机 当做我为他精心准备的礼物 这两件事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难道只有在520521情人节这种特定的节日 我花的钱才叫钱 那我平时花的是啥呀 明币啊 还有那种给女朋友吃草莓尖尖的 我是真他妈整不明白 这种行为是怎么体现出心疼女朋友的 你他妈多买点 你一个我一个 最后一个给女朋友是这样不好吗 得得你咬一口 然后把剩下的像喂狗一样 喂给你男朋友 你不心疼吗 那毕竟是你男朋友啊 你觉得现在90后是什么状态呢 我们这一代基本上都废完了吧 结了婚的想离婚 没结婚的又找不到 有孩子的活得像条狗 没孩子活得像个鬼 有家不能回 没家四处漂呗 为什么说8090后是最难的一代 1982年开始计划生育 8090就成了独苗 2004年房价开始上涨 8090又到了结婚买房的年龄 2015年开放二胎 8090又成为了生育的主力军 估计到了2030年 我们8090就成为了上有四老 下有俩孩 还有车贷房贷要还的这一代 随着人口老龄化 估计到了2040年 又会规定65岁退休 我就想说 咱能不能换一代人坑呢 别逮着一代人坑到底呀 男孩子如果自身条件还可以 他会见过很多花花草草 当他在社会工作 有了一定的就是经历之后 他会缺失一种 对女生真正意义上的喜欢 可能他就有那么一丝冲动 觉得这个人穿黑色好看 过后之后 你他回过头来也觉得不过如此 他突然没这么喜欢这个人 所以趁着你现在青春年少 趁着你现在还有喜欢一个人的能力 你就去追他 等你以后工作那么几年了之后 你变成了老油条之后 你看哪个女人你都觉得 这个女人肯定物质 看那个女人不行 眼光会发生改变了 会缺乏真诚 就很多人就拿30多 我不会被骂吧 30岁的男的的财力跟年轻人比 那肯定比不过呀 他们经常说永远不要陪一个 18岁的男人吃苦 所以我是不赞同这句话的 虽然我对象现在啥都没有 也不知道能不能结婚 但是他对我确实挺好的 能好就一直好下去 也不吐他啥 说完这段话 可能很多人说 这个女孩以后会输 你怎么看 输输嘛 那你人生能全部都是赢的吗 我今年27了 到30岁的话 如果还没结婚 我就用我所有机具去买一部车 去地方我喜欢能搁球 想去的地方 爱情没了 自由不能没有 因为现在当今这个社会 调费太高了 不生比较好 压力太大了 但是呢 不能把咱嘴里说是你不能生 他能成熟得起 他就生了 那如果说第一 他生女儿了 你会希望再生一个吗 我不去要求 我要求那么多干啥 你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呀 这个传宗接代 他就是个符号 有啥意思 传宗接什么代呀 没意思